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你有什么更好的情绪办法吗 五姐 五姐 快快放 放开 好帅 五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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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感觉他也有 啊 啊 有什麼問題 除了小屋的話 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這個事情還是得觀察的 我覺得吧 前兩天覺得就是 得上頭那種你知道 就是小的時候 我也就是很衝動的小白羊 然後現在就是會 更多很多很多理性參與到裡面 然後我就會想 比如說我們在哪些哪些方面 是合適的在哪些哪些方面 就是可能出了小屋 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好理智的在判斷 然後就是想了以後 覺得就因為我其實 本身想找的 會是那種偏成熟一點的男生 嗯 真的 拍人就是真的很好 然後就是也很真誠的那種 但是就是我覺得他 就可能年紀還小吧 就是 就是 對 他覺得他不一樣 跟男生都會稍微感一點 對 他在講這些的時候 然後他在埋頭的瘋 對 因為可能也快結束了吧 之前就沒有這方面的想法 但也覺得快結束了 然後就會想一下吧 他的理智可能在拉住他 我現在就是有點那種害怕 有點退縮 其實總是 沒辦法的社群 現在有點覺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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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以為他們就是 最順 對 鎖橫死耶 她绣好了是吗 三 二 一 一回来了 应该有感受到 很明显 太驾驶了 怎么回事 我就看看她怎么回事 她怎么回事 快点 快点 未典应该还不知道 快点 你咋了 为什么呀 出来聊坐会儿 我不想出去 嗯 那去你去你屋里走吧 去你屋里呢 能坐吗 那当然也可以 坐在窗台呗 来哭了呀 啊 怎么了 没事 其实我就今天回来 然后等着你嘛 然后后面 你等我我回来我没看着你 我在屋里缝那个东西呢 嗯 在桌子上你买的就翻 吃饭了吗 不是你要吃那什么麻辣香锅嘛 我又不想吃 你又不想吃 我不想吃 我下一步了 先别哭了 就是说 哭得不好看了 是吗 你说我哭得丑 有什么事情非要哭呀 别哭了 没事 你好 哎呦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 安慰的话改成 你就哭没有关系 认同 不要再让对方不要哭了 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着 安慰你或者说什么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方哭 嗯 我给你看看 给你看我做的 做手工 我真是一牙一牙缝上的 可高级了 他是在帮他分散注意力 肯定是 好大 嗯 这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一个很花枝狗 还能 还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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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 天哪 这个大肌肉这样 帮他做这个 他就是一个一个布片 先缝着耳朵 然后再缝着身子 然后沾着眼睛 就这个还有个发卡 还能憋着 还能憋着 你再能打开吗 能啊 他是个围裙 他是个裙子 还可以给他换衣服吗 他像小朋友一样宠他 这么厉害 你还会真幸福 还行吧 咱们就是说 比较细致 比较细致 那你 学一学 就是看看教程 还听着有男生给我做这种小手工 就这样 你捏一捏 他真的会叫的 蛮感动的 其实 有一种那种铁汉柔情的感觉 对啊 妆都发了 要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说 你说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 好 逗他 这这轮写的词真的行 是 那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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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不愧是他 好直接啊 啊 啊 说啊 什么 什么意思 说啊 他感觉到 他感觉到 一产生了一点质疑 对 他觉得 一直都 对他们两个人 在小屋里面 就说 先说什么呢 也挺好 对 哎哟 帮我 帮你一梦 我觉得 我觉得我理解 因为你觉得 就每个人结束不一样 帮我一梦 帮她 我最好看 我每次见 你也给我这样吃 我又哭了 你又哭了 想到什么了 想到我的压迫感 他泪流满面 你有什么更好的钦绝办法吗 无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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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我能理解意意突如其来的理性 因为我也是那种 因为我也是那种 比较会自己在脑子里去 想一些东西我不见得会表达出来 所以对方可能都感受不到 但我可能突然一个感觉 来到了90%的时候 我才会就是很直接的抛出来 所以另外那个人他也许会有一点错愕 我特别懂他那个点 我也能懂他 就是当我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我一定会在想 我跟他有没有将来的可能性 但他也知道这段时间很短 就是我心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我怕我全亲投入的时候 我会伤痕累累 所以才会有这个纠结的状况 你们是怎么理解 就是刚刚那个威廉不是说 说我们相处的时间短 可是我觉得达菲所问就是 不想回答 我也觉得有点逃避 因为他问出这个话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什么 就肯定是缺少安全感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来告诉我说 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 接触的还不够多 我只会觉得你就是 没有那么渐进地选择我 但是他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合不合适 你不真正地去走入一个感情的状态当中 没有办法去预测 但是你说这样的一话让我就觉得 我完全不了解你 我觉得在这个小屋就是 我只是来体验了一把 但出了这个小屋 我们就要面对现实 你还会像在小屋里这样对我吗 就是是一个问号 因为他表达能力 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好 跟像依依一样如此地直接 但是我觉得他尽可能地在 让对方知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所以当这个女孩 突然之间说出这种要决绝的时候 她其实有点害怕 哎呦你别说 没有没有 只是因为时间短 我就会觉得她是在挽留她 哦明白明白明白 其实她已经快吓死了 因为她的手戳到 我觉得她的那个 她身上的那些什么皮全部都要掉 还有她的那个耳后 已经整个是赤红的 而且她肯定会联想 哇那她问我这个问题 她前面的哭 是来自于这个问题吗 她应该已经吓坏了 嗯 就是有时候啊 我非常不喜欢 呃 promises 就是我做得到我才 就是跟你说我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很怕就是我说了 然后就是可能是做不到 嗯 从william的角度呢 他可能不想就是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直接说就是啊 我觉得合适 对 有一些话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很特别的话 他可能想在后面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 一个很好的日子 再很明确地跟依依姐再说一遍 会吗 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合适嘛 可是如果我们只是相处了一周两周 其实这个问题有点无解 因为比如说我 我以前我觉得我很幼稚啊 可能 呃 另外一半想要我变成更呃成熟 可是有时候这种东西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就是一个人他他他他一定是在不同的年龄 他会有不同的改变 其实依依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理性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态 首先第一点 是因为他记住了这个男生想吃那个麻辣香锅 他把这个麻辣香锅买回来了 他没有看见这个男生 当他这个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 把他原本就有的对这段关系的一些担忧 给浮现了出来 嗯 第二个情况就是 威廉这边发生了一个沟通中小小的问题 是他把这次沟通的重点切换了 在一一说这句话之前 他的状态是全心全意关注着一一的情绪 但那一一说这句话以后 他听到这句话并不是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他听到这句话是一一在说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他一下子就在乎不了一一的情绪了 他开始在乎自己的情绪 这个沟通错位了 所以我认为一一的担忧是存在的 他们之间确实这个男生好像心理成熟度不足够去解决意义的问题 对 我的天啊 这个部分是我们要学习就是应对对方的很多的复杂的情绪的时候 是一个蛮难的课题 一般人真的很容易被对方情绪呆走 但是你想一想就是这个人如果他会对你有情绪 相对他也会觉得你是他最亲近最信任的人 你用这个角度去告诉自己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被他影响 这时候你再说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我只想让你知道我都在 然后你不是一孤独的 对 我们刚刚也贡献了很多所谓的这个解 但是这个最终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无解能不能解 其实还是要看后面他们的相处 有没有那样的时机和机会 所以我们来赶紧看看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新的故事 她是在做什么呀 她可能在查说女生心情不好该怎么做 对 好可爱哦 她很可爱啊 她就是一个很简单跟善良的人 拿走 拍立得吗 嗯 她把他们的照片放在口袋 他去哪里呢 出去溜达 我认为他说是黑的 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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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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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灯 爆灯就是要在一起吗 喂 没有闹耶 怎么这么突然 啊 啊 啊 哇 哇 说是爆灯 超高的 啊 高的 哇 好帅哦 我已经碰到了 好厉害 这个真的好帅 好痛哦 我想大哭 我也很热 我好感动哦 听到原始 手练都出来了 我想大哭 谁说他不坚定啊 他多坚定 他多坚定了 是我们不懂男人 好了吧 这是心动的信号 第六七第一次爆灯 我真是第一次看到爆灯 因为他只是不善于表达 不代表他想要做到女生想要的那种好 但是我觉得他需要时间 因为依依是一个很直率的人 又是理性的人 这种时候 你如果太扭捏太拖拉 以及让他太多时间去更理性的话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聪明 你给他来这个冲击 头已经上到这儿了 天灵盖都开了 我觉得就是 因为他是第一个爆灯的 他就真的会让依依觉得很特别 我觉得女孩子都是还蛮希望 被认可 让这个男生去为他做一点特别的事情 我觉得要一个这样的人 这样个性的人 他做这样的动作 你现在开始在怀疑我们了 我坚定给你看 他不仅是坚定给他看啊 他是在坚定给我们全世界的人看 对我们全部的人都是在见证这一切的 所以他也不是随随便便爆灯好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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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